高丰文高指导 他是第一个带领中国国家足球队 打入奥运会的教练员 你看一看 最后病死的时候谁管他 他在沈阳有个高丰文足校 最后都破败了 这么一个功勋的教练 被共产党被全国的人谩骂唾骂 因为他进了奥运会 进球啊没赢啊 全都输了 回来又是一通谩骂 最小孩最后没人管 最后自己慢慢的病死 就是这么一个老人 你看一看他教的孩子 多么的坚固 他收那点费用支撑得起 他来吃喝拉撒睡吗 真是自己的钱 他不像徐根宝这些王八蛋 跟体育局跟市政府 跟这些勾兑完了 拿这个政府的钱 拿共产党的钱 高丰文人的高二老一分钱 都没有这么干